生麻憋甲汤裡面的處方呢 因為我們知道它的病是因為精液受傷 那裡面很多的陰在身體裡面呢 沒有辦法消化掉嘛 身體裡面等於是濕毒一樣 所以處方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有潤膚之陰 把精液補回去 並且能夠透發到身體外面來 還有解毒 在憋甲在中藥裡面呢 憋的性能夠潛得很深 躲在泥土裡面 憋甲常常會跟當歸會混在一起用 那當歸呢 它能夠入血分 如果當歸跟憋甲放在一起的時候 它就會入肝臟 那熊黃生麻跟薯膠 所謂解毒的藥 薯膠呢 激生蟲 生麻呢也是解毒劑 熱毒 熊黃呢 是蟲舌咬傷的毒 在用熊黃的時候 要生用 灑一點下去 陰毒呢 病人呢 有面色面目青 生痛如背脹 好像被皮邊打了一樣 把熊黃跟薯膠拿掉 所以把這兩個拿掉 我們只需要深麻 在裡面解毒 5号